詞曲 李宗盛 歡迎各位貴賓 各位師長 各位同學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君 我是雨菲 今天的演講主題是美感與設計 欸 方君啊 你覺得什麼樣的設計才是美的啊 我覺得 我覺得簡單就是美 我覺得複雜才是美 我覺得創新才是美 我覺得傳統才是美 我覺得我最美 我覺得我 趕快說 妳趕快說 欸 不是啊 妳哪裡美啊 好意思這樣自己說 明明就我比較年輕 我比較美 不 我比較老 所以我比較美 蛤 妳沒有聽過玉清老師說的一句話嗎 她說 老 會美 她就是永久的 因為她並不會被時間所淘汰 妳說誰啊 葉玉清老師妳不知道 虧妳還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耶 或許看個影片就知道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歡迎來到我的家 小小的一個客廳 一個臥房 一個餐廳 廚房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 一個家的最基本的功能 需求 然後 我的家就像你們看到的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跟極簡完全無關 可以講極負章 不要把它插上亮晶晶的 如果妳是沒有古董 古董應該產生出 它那個皮革 就像 人老了有皺紋是應該的 人老了沒皺紋是很奇怪的 所以老東西它當然要有它歲月的痕跡 可是我看過很多人把東西保養成 太性 如果妳是老東西 我希望妳喜歡它 以為妳是因為它老 很少人家裡的東西這麼多 那我家裡的東西這麼多 是因為 我爸爸給了我好多東西 可是你家沒變大 所以 東西都會買得很緊 我喜歡的環境 是怎麼樣 所以它適合 當作我的家裡這樣子 看完影片之後 我覺得 我也很美啊 你哪裡來的自信說 你自己美啊 好啦不要難過 我給你一點機會 我們到台前 為大家展示幾個Pose好了 老師 Music 別忘了老師也有說過一句話 沒有東西是醜的 是看你怎麼擺它 就像我們自拍一樣 一切靠Pose 大家給他一點掌聲好嗎 好 停 停 我覺得 妳的姿勢是不錯啦 可是 好像還是哪裡怪怪的 哪裡奇怪 妳的臉 妳怎麼這樣講 妳也不看看妳自己 我覺得我挺好的啊 妳 妳 妳這個胖子 唉唷 我這次用我的身材來體現台灣美食多麼好吃好不好 是是是 各位觀眾請給他一個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謝謝 我認定我今後要做一個扎實的胖子 是 那請問你有聽過即時行樂嗎 即時行樂 這是我的座右鳴耶 我每天啊 除了睡覺洗澡上廁所以外 我其他時間都拿來吃耶 夠即時行樂吧 看來妳還不夠肥 讓我們觀看下一段短片吧 等一下我們會做有獎針答 請各位同學認真觀賞我們的影片喔 即時行樂是一個充滿爭執的創意市集 以大人的遊樂園為概念 結合知名設計師也移青的藝術空間設計 將發佛園區重新注入一股勇趣概念 台北市長目前找不到任務的地方 可以集合這些特色的這些商品 它營業有進程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享受不同的特點營 所以這邊代表台北市場 是一個不同城市的那種心靈的地方 我們要預備 基本上我看到這個冰箱的時候 我看到它有很好很好的營業 雖然原本它只是一個小吃街 可是因為它是一個屋外的空間 所以我想把跟小吃有關的很多 相關的項目拿進來 有小數人也可以有一些足利性的餐廳 也可以有一個超育市場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店 而且因為這個地方它夠大 所以我可以把我過去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想到我看到的東西 通通把它在這個地方重新呈現 我希望這個地方營造出來的 其實真的是很輕鬆很直接的 所以捲柴我希望盡量 不要讓人家覺得有咯咯咕咕的感覺 當時用了一些比較環保的概念的一個效果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補償 全部都是用棧板拆下來的一些木料 然後貨櫃可以再利用這些材料 然後營造出一個比較 比較跟大家親近的感覺 畢竟這個是一個半戶板的空間 那在台北市很難樂的這樣的空間 我希望有更多的是 你願意走到一個沒有空調的地方 來享受一下更自然的世界 最繁忙的台北市 來一趟即時行樂市集 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再次放鬆一下 共享台灣多元創意 感受孫晨的文創性力量 好了我們影片播完了 即將來到我們的有獎真達時間 那我要先來問出第一題囉 請問你覺得葉玉清老師的美感理念是什麼呢 請舉手不要害羞 拜託給點回應好嗎 沒有人回答 那我先問一下我們台上同學好了 你覺得老師的理念是什麼 耐看嗎 答對了 那禮物給你 同學跟你講 就算你答錯也沒關係 我們還是會給你安慰講好嗎 所以還是請你舉個手 你看這是我們的禮物嘛 那安慰講是什麼呢 安慰講的是餅乾一盒 好嗎 如果你肚子餓了 拜託你也舉個手 那第二題給你好了 請問即時行樂位於哪個捷運站附近呢 有什麼 喔那邊有 那個 美女TA 對 圓山站 後面同學聽不到麻煩拿一下麥克風 謝謝 圓山站 對嗎 對 你為什麼感覺自己也不確定 沒有 因為第一次組 那等一下的話 就麻煩到前面來找我們主持人 零禮物 那第三題是 請問即時行樂區裡面的市集叫做什麼 有人知道嗎 那邊 神農市集 神農市集 同學我可以認識一下 你是哪個系的嗎 我社工系的 這裡有社工系的嗎 一個 就一個 好沒關係有人支持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好嗎 至少他是敢講的 等一下請大家前面來找我們禮禮物 謝謝 最後一題 請問葉玉清老師的創作素材是什麼 創作素材是剛剛最後 等一下為什麼都是我們親愛的TA在給同學答案 我看到了 有沒有其他人 願意舉手一下 答錯也沒關係 我們今天是要練習的是 我們願意把自己心裡的話講出來 不是答案對不對 有人願意講嗎 沒有人要講我要下去問囉 老師可以給我一點音樂嗎 我覺得有點乾 有了有了 環保素材 環保答對了嗎 親愛的 親飛飛 親 答對了嗎 對 掌聲 掌聲 好 謝謝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TA比較認真 我們同學要加油 如果你還對今天的演講不太了解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還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好好了解 葉玉清老師她對美感的設計是什麼 今天她帶來的美感與設計的演講 裡面將會讓大家感到非常的豐富與精彩喔 衣服可以天天換 可是沒有人天天換房子的 沒錯 所以耐看很重要 設計師是美的最後把關者 家是慢慢累積出來的 而不是一天就能夠造就的 純粹用布置的角度做設計 在為老建築注入新生命的時候 可以保留最開始的樣子 讓我們來聽聽葉玉清老師 是如何造出富有美感的設計吧 讓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 葉玉清葉老師 以及陳文倩陳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我現場的右邊的貴賓 葉玉清 什麼樣的男人 他符合一切 嫌妻良母的標準 玉清我這樣介紹你 你同意嗎 我很開心 她會很開心 我待會兒會告訴大家為什麼 而且她是一個非科班出身 但是所有的女明星最愛的室內設計師 如果你們去過藍心美跟桃子開的Kiki餐廳 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設計師就是葉玉清 然後呢 今天我們要來跟你談 她的創意從哪裡來 她的創意來自於她非常樂觀的人生態度 所以你以為創意是天分 其實創意還包含了你自己的性格的原型 我剛才介紹她是賢妻良母 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 我們先用掌聲歡迎她 OK 我們先來 因為是設計 所以我們先來看圖像 好不好 我今天穿了一個短裙 可是要預防走光 來 開始 我無聊的助理寫什麼雞牛座 我還不知道你是雞牛座 快生日 對 快生日 難怪你雖然看起來天馬行空 還可以晶雲事業 OK 她非常可愛的是 她原來念電影戲 因為像她這種人就去念電影戲 後來她就轉到了德文戲去 她剛才私下有告訴我們說 她為什麼轉到德文戲 葉宇清先告訴大家好嗎 我本來以為念電影 當然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可是她在我念書的時候 禮拜一到禮拜天都有課 這個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到底哪一天要休息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要轉戲 那那個時候在我的學校裡面 我就到處去看哪一個科系有 週休二日或週休三日 我找到了一個科系 只有一二三四有課 所以我從大學時代就週休三日 就轉到德文戲去這樣 所以她是屬於那種 東南亞那種慵懶型 跟法國那種不是貴婦的貴婦 然後在她的那種生活 享受的過程當中 產生她的創意 我們剛才問了她一件事 就是說 為什麼你沒有去念 A B C D E這些科系 她居然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她說因為她爸爸有事業 所以她從小就以為 她理所當然應該要接她爸爸的事業 所以她就從小就認為她就是董事長 然後呢 然後大學畢業之後 當完兵之後 我爸爸跟我說 我不準備用你 你不可以進公司工作 你也不是一個經商的料 就不要想這件事情 你爸就 你當什麼挫折 當然有很大的挫折 你覺得你爸 那個時候我已經準備要結婚了 我才發現有這樣的事情 你以為結婚你要當董事長 就發現你根本沒有董事長可以當這樣 對 而且她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不適合 你不是個料 不是個生意人 這樣子 所以她就說你去做別的吧 那我說那我要做什麼 她說你就去做室內設計吧 我說我學德溫怎麼做室內設計 她說可是你從小就愛畫畫 然後就愛把家裡弄來弄去 應該可以做 OK 這裡頭有個經歷 這網路裡頭有些東西 我知道不對的 她說你大學成績多認真 這應該不是你 應該不太認真 可是功課是不錯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可能是後來亂寫的 你11歲開始就跟童子君出訪 各地 全世界各地啊 是 所以你就 因為她每次傳照片給我 她不是在A就在B就在C就在D 我就很想問她說 葉玉清 你到底什麼時候在做工作這樣子 因為她就到處去玩 到去吃 吃 她的人生就是吃 喝 玩 樂 然後在這四個領域裡頭 活到極致 然後因此給了她工作各種靈感 所以一個人因為吃 喝 玩 樂 而使得她具備工作能力 這樣講你 對吧 因為吃 喝 玩 樂就是我的工作 我認為亞洲大學需要一個 斬首的重要的聖戰士 上來直接把她砍頭了 她這個太令人記住了 我們看下一個 我們不要看這個 It doesn't matter 我要看那個畫面 再下一個 我不要看影片 來 這個就是 這是我的家 這是你在哪裡的家 台北的家 這是你在台北的家 再下一頁 這是你在Machi 對不對 對 在花博的那個 你自己跟余承慶 哈林 他們合開的 他們把一個廢棄的中山足球場 我覺得這個是好棒 通常呢 如果你覺得你要做一個 跟政府包一個案子 然後政府給你一個很爛的 一個已經廢棄的中山足球場 那你能做什麼呢 那就是花大錢 然後可是他們又說 中山足球場不能拆 因為我很知道當時的狀況 就是政府內部就是會內鬥 那假設是你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你想應該改一棟什麼建築 然後你又發現說 政府裡頭在內鬥 那個時候我記得 有一批人就認為中山足球場 應該被改建 因為那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地點 然後那個地點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對面 旁邊又有很好的花博的公園 那這個地方呢 已經年老實修 也沒有必要再打足球場 應該換一個地方 那所以呢 應該要把它改成 而且 以前有人把它拿來用演唱會 可是它在松山航線上 所以演唱會 演唱到一般就不能唱了 就擦乾的那個飛機聲音很大 所以各種多年都沒有功能之後 有的人就主張 趁著當時2010年 台北舉辦世界花博 把那種建築物整個改掉 可是就有體育處的人 台北市體育處的人 他們就有本位主義 他們認為這個足球場是他們的 然後因此就發動了 台北市的足球協會 就出來抗爭 這是台灣現在最擅長的嘛 對不對 台灣什麼事都不會 就是會扯後腿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如果跟全世界比賽扯後腿 我們應該可以得 World Champion這樣子 那就在那個狀況裡頭呢 他們決定把台北足球場旁邊 原來的空地 完全弄成花園 然後把台北足球場呢 就最後租出去看有什麼功能 那葉玉清跟哈林幾個人呢 居然腦袋壞掉了 就把他租下來 我當時就想說他們怎麼辦啊 結果你知道他有多聰明嗎 因為那個足球場的屋頂啊 是個老舊建築 都斑駁 然後潮濕 你可以想像他那個就是很 可能每天都會掉髒東西下來 對不對 那葉玉清是不花錢的 他就是當時的設計師 他就在上面弄了那個像帆布的頂 對不對 就使他就把它遮起來 環保 也不用丟掉那個老建築 那讓很多對老足球迷有興趣的人 還看到這裡有一塊足球場 我也不跟你吵 我就在 我就把足球場當成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然後呢它其實還是會漏水 所以我就蓋一個帆布 然後在那裡頭弄了一個夜市 然後那個夜市裡頭呢 就有各國料理 然後中間就擺了它 不知道從哪裡搞來的 緬甸什麼各種不同的市場 攤位 所以它的夜市又跟我們在台灣看到的 台中看到的冯甲夜市跟中華路夜市很不同 它的椅子都很特別 很老很漂亮 還可以有一個夜市電影院 那旁邊還有一個神農市場 這個神農市場呢 就把每一年台灣農委會都會搬給一些農夫神農獎 他就把他們的東西呢都放在那裡頭 還有我剛剛講他是賢妻良母 這個我就要問他 他因為很喜歡做菜 所以他就知道做菜的人 對於一個市場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們想開一個超級市場 你要先知道顧客的需求 你想知道顧客的需求 你是不是自己 要先會變成那個賢妻良母很會做菜 對不對 所以他就開了神農市場 那神農市場的概念 除了把每一年得獎的神農 好像張賢 農夫 這個大家都還會吧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招 來 你自己說 其實因為我以前住在台灣的時候 我常常在家裡燒飯請朋友吃 我每次要燒飯請朋友吃的時候 我就要到A市場買一些東西 到B市場買一些東西 到C市場買一些東西 很不方便 所以我當時就有了開市場的一個概念 能不能讓我在一個 位置 就讓我買到我所有想買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最早最早神農市場的起源 所以你們進到神農市場 你會看到這裡叫做南門市場區 比如你到南門市場 才可以買到的那個地方 因為有一批 南門市場的歷史很特別 我待會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南門市場歷史很特別 南門市場當時設立的目的 它很靠近總統府 如果你們記得台北南門市場在哪裡 它離總統府很近 它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代 就有的市場 它的功能就是讓那些來台灣的日本軍官 還有在日本總統府上班的官員們 可以到南門市場去買菜 所以日本人都賣日本人的東西 後來等到日本人走了 有一段時間南門市場蕭條的不得了 就是1945到1950年代 然後等到國民黨大軍都來了以後 南門市場賣的就全部都是江浙菜 因為蔣介石是浙江人 還有呢 蔣介石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抓夫抓得特別多 這對台灣也可能是一件好事 也可能是個壞事 他抓夫抓得特別多的地點呢 是湖南 所以呢 有很多湖南人來了台灣 所以你記不記得 台灣最早有的叫香菜 餐廳叫香菜 然後呢 湖南人在大陸有個綽號 叫做湖南羅子 意思是說這個人的個性很硬 所以宋楚瑜是湖南人 馬英九是湖南人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我們就來了一些大陸裡頭 個性特別硬的人 但是湖南菜跟江浙菜 就是變成那個時候 來台灣 國民黨政府帶來的 最主要的省級背景 所以南門市場就突然 你可以在那個地方買到 很會做湖南菜跟江浙菜的一群人 在那裡開店 然後他們就是要讓這些大官的廚子 或者是他的太太們 來這裡買東西 所以這就是南門市場的背景 所以南門市場的辣椒 因為是湖南人做的 是一流的 鎮薑醋 對不對 然後很多各種不同的 你要做一些料理就在那裡 可是我們知道 新竹的米粉 官廟 台南官廟的麵 這個葉玉清的特色就是 他的神農市場 也就是把所有這些都放在一塊 還有什麼哪裡的蜂蜜 關係的蜂蜜好吃 新竹關係蜂蜜好吃 我們基本上把台灣很認真 在做這些食物的研究 讓它持續下去的 傳統的東西留下來 可是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小的廠商 所以他進不了大超市 所以他只有在很傳統的小市場上會有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每次在大超市或大市場買完東西 我要為了買這個醬料 我還要跑到南門市場去買才買得到 因為大超市不會賣這些 這些人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上架 所以讓我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這個 即使我要用現金跟他先買進我的市場來賣 我都願意 因為這樣子才會讓來我的市場買東西方便 我也是帶一個國外回來的人 他是台南人 然後他很懷念他的關廟那裡的面 他發了神經 他就買了一個remoa 就remoa一個很大的不鏽鋼的箱子 裡頭全部都放了那個關廟曬乾的面 那你當然可以想像他進美國 警官一被查到 那個美國警察就很生氣地問他說 這個是什麼 一副把他當恐怖分子 然後他就說 oh it's my hometown noodle ok I have homesick 這樣子 然後他就拆了一包 給那個警察聞 那警察聞一聞 聞來聞去 就好像都跟恐怖分子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那個時候又 你知道嗎 恐怖分子有一種東西 他用一種粉末 那個粉末是有毒的 那個關廟的面呢 那上面總是有一點白粉 結果他們又把那個搓來搓去 看看那個白粉到底是什麼 後來那個人就跟他說 這是一個很安全的食物 我想把這包面送給你 代表我家鄉對你的質疑 當然這個在美國法律是不行的 可是那個警察就笑了 海關就讓他過了 就是一個 我帶他去買了一箱子的 remoa的這個關廟的面 你在那裡拍的照 那你們看到這張照片很重要的 不是葉玉卿 你把帽子戴上去 他到哪裡都戴帽子 yeah 船長 也不是他的襯衫 第一個最重要是皮椅子 你要注意這是一個市集 它其實看起來就很像一個 帆布底下的一個 你想像的那種夜市 白天也有 晚上也有 可是它放的都是 它放的都是皮椅子 你們看到沒有 它在那個很大的空間裡頭 到處放了皮椅子 所以我就覺得它簡直是把它 珍藏的各種東西都拿出來 那那個皮椅子 離那裡沒有多遠就是樹 就是公園 換句話說 它要接受風吹 雖然沒有雨打 但是有風吹 然後多少有時候會有日曬 但我就覺得它好像有個理想 就很不惜成本 我一直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你放那麼多老的皮椅子 那一定你收藏很久 就是我希望我做的每一個設計的作品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是跟今天的題目有關的 我希望它是美的 我當然可以放塑膠 可以放一些很不怕風吹雨打 可是那些東西都不美 我就不想讓它出現在我的作品裡面 所以我在每一個我設計的地方 我就盡量在我budget允許之下 找到最美的東西來應用 然後後面我們看到那個窗戶 你看它每一個窗戶都有一個 不是直角的 它中間都有一個細節 然後下面都有很奇怪的木頭 然後打叉叉 你們知道這個是哪來的嗎 它是真的就是從一上 從那種船對不對 扇板 扇板嘛 就是堆貨的那個扇板 拆貨的扇板嘛 的廢料這樣 扇板的廢料 保釋你如何讓這些廢物 可以再次的被使用 我不曉得待會兒的照片 有沒有椅子 它的椅子呢 你們一定買過台灣啤酒 對不對 你如果買一箱 它是不是有一個黃色的盒子 那黃色的盒子就買一打嘛 可能一打 它就把那個黃色的椅子翻過來 在上面放到了皮在上面 就是放那個綠色的皮 然後就成了一張椅子對不對 這就是它在Margie的創意 我們再看下一頁 在下一頁 OK 這是哪裡 台北辦公室 在下一頁 在下一頁 這你在幹嘛 我燒飯 在燒飯 我燒飯的時候穿的就是廚師的衣服 連在你家 對 這就是一個好玩的事 你有病嗎 沒有病啊 有的放上圍裙 那因為我有這個廚師的衣服 那也沒事不能穿嘛 所以燒飯的時候就會穿這樣 你在你家也這樣 有些時候會 燒飯的時候一定會 OK 好 下一張 這個是 台北的家 我的客廳 台北的家 你的客廳 然後你放了一些書籍 你這頁子是什麼蜜啊 它的特色就是混搭 所以我要一樣一樣問它 這上面是什麼蜜啊 中間這個是代表泰國國王 王室的一個徽章 那它是一個叫做Galuda 就是鳥頭人生的一個獸 然後 下面這是Rolf Lauren的時尚的書 我看到了 這書架是你自己定製的嗎 對 書架就是最簡單的腳缸 腳缸 可是你把它漆上了灰色 使它的感覺不同對不對 那其實腳缸有這個顏色 它有黑的 有灰的 有原始的鐵的顏色 所以就很漂亮 一般很少看到灰色的 然後你旁邊就放了一個木雕嗎 還是銅雕 前面那個桌子上 桌子上我的桌子擺滿了很多 藝術品 藝術品 但那個是一個銅 銅 銅牛 對 銅牛 這邊是一個什麼 水晶球 水晶球 你是在幹嘛 你要做馬法達在預測你命運嗎 這個其實應該叫琉璃 琉璃 很久以前的玻璃燒的一個圓球 所以你不是拿來通靈的 現在有一個叫神靈少女 然後那個呢 然後有一對海象的骨頭 海象的骨頭 對 你很恐怖 那是什麼 一罐酒 那是酒嗎 那是一隻毛牛的尾巴做的一隻鼻 毛牛的什麼 毛牛的尾巴做成的一隻 一個可以擀蚊子擀蚱蚱的東西 擀蚊子擀蚱蚱 你在象徵泰國皇室的旁邊 搞一個毛牛可以擀蚊子的鼻這樣子 可是這個上面看到的所有東西 就是我旅行的紀念品 我不會去巴黎鐵塔買一個巴黎鐵塔的東西 來當紀念品 我可能在我去英國的時候買到這隻海象 那我在哪裡買到什麼 它就是我的旅程的最後的記憶 然後那裡有一個是杯子 那是一個看起來 那是一個鼻筒 鼻筒 所以看起來有點值錢的 清朝明初的時候的鼻筒 那個就是中國剛開放 可以去中國的時候買的東西 對 很漂亮 來 我們再下一頁 你看 這是哪裡 這是你的菜 這是剛好那個客廳的另外一個面向 這是你的客廳 對 你的客廳會不會野獸太多 你念什麼 那個是一隻非洲羚羊 非洲羚羊 對 然後下面有一個捷捕寨的碼頭的 Guardian OK 然後這邊是一個花瓶 然後有一個花瓶 然後後面是一個中國的屏風 上面有很多玉的雕 對不對 這些東西其實除了那個 羚羊跟柬埔寨的石雕 是我的 我買的之外 其實都是我家裡本來就有的東西 所以你爸爸本來就有的東西 他非常愛買東西 你把它擺 你是遺傳他亂買東西 是 然後皮箱是你的吧 你爸不會買這個 皮箱是我的 對 因為我不認為你爸會搞這個 那這個酒也是 你把酒 你看他把紅酒 拿來插蠟燭 你們注意到沒有 對不對 他把紅 你們有沒有想過喝掉的紅酒瓶 在上面放一個蠟燭 你會不會太省錢啊 他很有創意啦 很棒 其實 很漂亮吧 很好玩 對不對 然後皮箱上面 那個皮椅就跟你放在Margie的椅子差不多啊 這個比較老 Margie那個其實是所謂的 婦克版 婦克版 這個是真的老椅子 這是真的老 好 然後就有一些植物 對 好 我們再下一頁 OK 這是你在 曼谷蓋的第一個飯店 曼谷蓋的房 第一個飯店 對 現在沒有了嗎 房子還在 但是現在我賣掉了 那現在的屋主是在做SPA 然後Eugenia Eugenia 是你女兒的名字嗎 不是 不是 Eugenia是我叫Eugen 只是因為男生的名字 當作旅館的名字不太適合 所以我找了一個我的名字的女性 女性版叫Eugenia 對 那這個房子是老房子還是新蓋然後房谷 新蓋房谷 就是用老的方式蓋 它不只是一個建築語會是老 它建築的方式也是用老的方式蓋 是你一大曼谷蓋的第一個房子嗎 你自己的住家 我剛開始在曼谷的時候我都是租房子住 然後後來有一年我確定我大概會在曼谷住很長的時間的時候 我就決定自己買一塊地來蓋一個房子 我本來想買一個老房子 因為買不到 所以後來我就買了一塊地蓋了一個老房子 好 以前你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就是說 你很喜歡一個人 你跟他結了婚 但是後來他離開了你 你也不怨他 但是他給了你一個可愛的女兒 你帶了那個可愛的女兒 然後就去了曼谷 這是你開始你的旅館人生的原因 因為你覺得你一個男人 帶一個小孩 這個小孩會很寂寞 然後你又要工作 那當時你要工作的時刻 你回來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 照顧你的生活起居 還有他的生活起居 所以你就決定 不是用悲劇看你的人生 也不是用淒慘看你的女兒 你就決定去搞一個旅館 然後自己就住在旅館裡 那本來旅館裡頭就會有阿姨來換備單 本來就有人會來打掃 本來就會有廚房 也會有廚師 你們兒子回來也沒有東西啊 平常他也可以被好好的照顧 就是這個方式 對 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管理的 你看我們給這種人掌聲吧 你看 他 我現在講這件事情你會介意嗎 不會吧 不會 不會吧 哪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件事 不會 完全不會 你那個時候從來沒有覺得說你好悲慘喔 年紀輕輕的三十出頭的一個男人 帶了一個女兒流浪天涯 有想過悲慘 可是剛剛你說我是嫌妻良母是不是 對 其實那個時候我有一個想法 我好想當家庭主婦 我好希望我有一個男人在外面幫我打拼 我就在家裡帶小孩 看起來我應該娶他才對 看起來應該娶你這樣子 不過你太愛玩了 不安於是這樣 很問了很多朋友 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想在家帶小孩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每天送他上學然後去買菜 然後接他下學 燒飯給他吃 我說這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為什麼很多女生不想做 我說我好想做這個事情 可是你又偏偏是男的 所以我又必須自己去賺錢 又自己去賺錢 其實你那時候很想找一個男人在外面打拼 然後結果你就賺錢 然後你就 這個時候你住在哪層頂樓嗎 這個房子有分前棟跟後棟 那我當時把前棟當旅館經營 那後棟就是我自己的家 你自己的家 所以你女兒回來也有人照顧 她每天都有很多人陪她玩 所以你也不擔心 而且每個朋友來住在這裡 是必須付錢給我 以前朋友到家裡來是不用付錢給我 到這裡來吃飯喝酒睡覺都需要付錢給我 那你要在那裡煮飯嗎 那個其實因為我去曼谷將近二十年 那個時候就是非常愛煮飯 就很愛煮飯 好 我們下一張 葉君最大的特色是他很喜歡樹 他告訴我說他買一間房子的時候 最重要是趕快種樹 然後這棵樹呢你就要期待它幾年之後 尤其是那個房子可能根本還沒有蓋成 它就已經爬到了二樓爬到了三樓 然後所以你看就是樹一定是它建築物 對不對 我如果有機會買樹的時候 我一定是去買我能力所及的最大的一棵樹 我不會說我想種一棵小樹 讓它慢慢慢慢長大 因為它長大的時候我可能已經把它賣掉了 所以通常我的建築物蓋好的時候樹都很大 而且有些時候是先種樹再蓋房子 先種樹再蓋房子 我認識一個朋友他已經往生叫孫大偉 所以他的想法也是這樣 他們有一群朋友一起去宜蘭買了一個溫泉的房子 那那個房子就蓋了差不多六層樓左右 那因此他就去買了一個四層樓的桂花 那通常我們覺得桂花一棵多少錢三千四千嘛 他開出來給所有的朋友六十萬 大家說蛤 桂花要六十萬啊 他說我們當然也可以花六千啊 可是這棵桂花樹已經四十年了 那你要我們幾個人活幾歲啊 所以呢你想要有一棵很小的桂花 我明天買給你 你想要一個四十歲的桂花 它就是這個錢 那你要哪一個 然後在座 你看我我看你 那裡有玉龍的總經理 有玉龍的董事長 有玉龍的ABCDE 還有他自己 他買了那棵桂花樹 之後三年他就往生了 然後其他的人都五六十歲 他們想想四十年 哎呦 那我在四十年我已經看不到 要才看得到這麼高的樹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來我們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你的房 這個是尤吉尼亞那個旅館裡面的臥房 好漂亮 你這個床從哪來 你可不可以偷一個給我 這個床大部分都是 這個Hotel裡面的 所有的房間用的床 都是真正的老的 大部分是從緬甸來的 少部分從印度來 對 我發現你從緬甸買了很多東西 緬甸的家具這麼漂亮 因為當時的英國殖民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是你在緬甸買的 我去緬甸反而找不到 因為所有的緬甸的這種東西 全部運到泰國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緬甸沒有人會去買東西 所以都在邊境 那泰國的古董商就到邊境 把它全部運到曼谷來 然後你就加了一個銅鏡 在旁邊有點現代感的 然後那個布你就把它重做這樣子 白色的布重做 然後木頭 那當時的木工 因為緬甸的木頭 用木本來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用木 所以它的木製品就很好 可是它又受到了英國長年的殖民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殖民風格 那就加上了布 這設計 這真的很女性化 你真的很賢妻良母這樣子 好 你不是gay 還好 好 下一張 這是Eugenia的游泳池 這是她的游泳池 游泳池對她很重要 你來講一下 還有一個邏輯 還有一句話 對她來講去哪裡 一個房子最重要的是樹 第二個可能是吃 同樣重要還有一樣東西 叫做Sunshine 就是因為我的工作 我在畫設計圖的時候 是不在室內做的 我全部的工作都是帶到游泳池旁邊 所以我每天早上大概八點多 就在游泳池旁邊 一直開始畫圖 一直畫圖 一直畫圖 然後當我靈感沒的時候 我就會跳到水裡去游一下 抓一下 靈感就又來了 然後上來再把圖畫完 然後可能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 我就會離開游泳池 所以我是用太陽能 在沖我的墊給我靈感畫圖 所以這是你的工作室就對了 對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人生 我後來發現這個游泳池 因為它的陽光不足 它會被樹擋住 所以我現在的新的游泳池 是完全不會被樹擋住的 所以你就曬了烏騎馬黑這樣回來 現在算我白的時候 今天也是要回去了 所以今天又是白的 你現在是白的樣子 對 比較白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但是你在泰國有人覺得你是外地人嗎 因為你長得就一副泰國人的樣子 對 其實我還沒去住泰國的時候 以前我學生時代 就很多人覺得我是南洋來的人 就已經覺得你從哪裡來 所以註定要回去你的原來的地方 下一張 你看它的樹都好高 這是我們文獻師 我們待會兒 這是你後來再有的 第二個酒店 我們來給大家播放看好不好 OK 本口情報離開老地市 這隻群人該是位超凡老生士 百次層樓建築 一身欺騙的像他牌 不用直逼風 怎麼會出現看著 這隻群人該是一身後的泰國 我們隨著觀點 小彩黑白經過的隔壁 意外發現 地獄子緊張舊化暴 等級已經能納回1920的十五年 來這裡其實是間2011年才開庫的新飯店 主人是駕駛泰國超過10公里的 臺灣設計十五年頁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旅行 因為我經常一種旅行 所以我對旅館的想法 來自於我很多旅行上的 好的印象跟不好的印象 所有好的印象 他們都追溺在場面 也許他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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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把我不想要的 那種很冰冷的 當然旅館沒有感覺 所以他不實際 也許他不實際 也許他不實際 所以 第一家半天我是用一個 我很輕盈的一個 小卡卡 對他很幻念的這個 也許夠感 第二家 他用的另外一個 一個主人翁 是一個男性 他做我 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認識的自己 我爸爸 他做為我 給這個範圍 一個明明 他一個故事 葉玉琴從小 習慣用畫 勾了內心 但十二歲 的年紀 第一次見過 他口中的 太老了 一往後 這個生物 就始終刻畫在他內心 是大河身上的 將五二 在孩子心裡 露露露露下的 石墨裡的生物 這也使得 葉玉琴長大後 開了一夜 有期待 旅人從來挖好 尋找地下 能夠進行 船長大後 對 因為他買了沒有很久 他就把它當收視了 如果說喜歡看這種奇怪東西 你知道如果你去這個地方會不會 有很多很多開放 我的旅行裡面我很少會去買一個 把阿里提拉卡 或是什麼來當我的旅行經驗 但是我會在每次的旅行裡面 買一些東西來 他又出現了 你買了好幾個 你看到了飞机 应该在我的仓座里面已经长了五年以上 才最后重变天日掉在现在的这些屋里上 还有很多高级 高级一些眼镜 皮箱也是 但现在我这个老皮箱都好多好多以前买的 然后现在买太贵了 以前买的时候还算很一样 除了比较比较老皮箱 还有一个比较一般的皮箱 我觉得那些皮箱有些上面可以看到一个 当时的某种就已经在运到上海 都从哪里到哪里的那些 有时候说过那个指头好多 那是对我来讲最好的 作为一个男人的梦想活动 也对说是他前半生的旅行地图 叶玉琴已经被擅长摩登与怀旧混搭手法 将某种的皮肤大胆不错 他喜欢不见心不舅 用两个细节无显无所带来的 他要如如改学开 邮进二楼仅有的八间客房 和三四楼的租资公寓 素雅家具搭配着正开的胡云栏 甚至小购贴是入睡的比利时镜头麻痴床单 和游泳级的银色巨标 他会顺着一份地线 给斯莱购领 丹野赫雷格所追求的老派美国金融合 很多的酒店我们认为 之前我们来到的旅行 是很巨大的酒店 我们喜欢这个酒店 它是比较小的 比较有趣 只有八屋 这是最好的酒店 我曾经遇到最好的酒店 非常好 每一条酒店 体验上海的流星飞乐 墙上 抱着首次台湾世界的飞行地址 脚边 上海天界实习的红色游商发 还有运行装承从亚洲到非洲 有点使得懂一个人外人也跟着进口里管 对日系来说 其实是一个自己家的自己家的自己家 我是李宏玮的 我教我这边就是个分场 这分场分场是一段段 而且我们都爱一个子的家 有一大分 也就是紫穴大分 所以 我们这边有问题感觉有趣的 我们这边有点 我希望联制订阅 改善你的社会 一人大分 我希望本当 Gillian 一人大分 一人大分 我希望 私欣得差不多 我希望 一人大分 他在几个小 或者 我希望 我希望 一人大分 一人大分 那这边是 比如说 既然是加少量美味 但給其飯店裡想賣的 又不全然只剩餘的味 老虎撒泥 做出來的問題 好 對我來的很強烈很棒 因為我是一個眾國人 所以我真正把後山丟到感染汗 好貴 找了一個人是因為個人喜好 我很愛吃 很胖 進一個餐廳我只能給一道菜 第二道菜點來都吃不下了 尤其是我自己常常一個人也行 所以我很喜歡去找一個餐廳 誰讓我什麼都吃得到的這種餐廳 所以我把我的餐廳每一道菜 縮小 縮小板 然後把價錢上到一個合理的價格 那每一個人進去的餐廳 我前來就給個三次買 然後接下來就給個餐廳 我都吃完幹嘛 掐出擺設的汗廳一致 又去買下傳統菜式擁健族 把強烈當裝飾 整夜辦入銀河 天花板在畫上惡事中的銀河 舟上的其他鵝是屬於泰國的老時光 每逢假日放點烤豬頸肉 炸魚皮炸雞卷 然後搭配泰式沙拉 涼飯的魚和海鮮 是近期越來越多泰國家庭聚餐最愛 我覺得任何一個東西 我都可以注意它 因為你吃老東西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老衛以前古人怎麼用我不曉得 那個鐵櫃以前怎麼用終關我性 我只知道我性的人怎麼用它 這就是有陽光的用事 在聖紀界場15號 也成功化平衡與環境 那是他前世的精神 精神被困住他人生的精彩 好 給你掌聲來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們後面還有沒有圖片 你們幫我查一下 有的話待會兒告訴我 後面還有沒有 我們再看圖片 這個是哪裡啊 這就是卡布秀 卡布秀的相片 可是卡布秀的相片 這個東西是非常法國式的南法的風格 對不對 中間這個 有一點點法國風格 它是放在卡布秀的公寓裡面 所以這個桌子是法國式的南法的風格 然後那個櫃子也是故意仿舊 可是上面的燈是典型的 泰國跟上海老燈對不對 應該也是一個老的古典的燈 可是它新做的這樣子 也是仿古 可是它就是 然後這邊左邊的椅子 然後那個床是很baker的 就是現代的美國式的床嘛 對不對 讓人家睡得舒服的 然後這個椅子 又是櫃子 這就是你啊 把什麼東西都組合在一起 下一個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很愛亂買東西的人 但他買回來的東西 我都必須要把它重新安排 你爸亂買 所以造就了你的混搭 對 所以亂買的父母萬歲這樣 這是你所有餐廳 每個人出來拍了一張照片 我們酒店的工作人員一起拍照 OK 再下一張 這是酒店的一個角落 對不對 對 再下一張 哇 這是比較現代感的嗎 這是我幫國賓飯店做的一個作品 在台北西門町 Amba的這樣 這是西門町的一個商務旅館嘛 對不對 青年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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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年輕人住的 再下一個作品 再下一張 這是呢 這是哪一張 這是Amba的lounge 聽歌的地方 就是你幫國賓飯店蓋了那個青年旅館 然後讓他們很多人可以在那個地方喝酒的地方 喝酒的地方 在西門町嘛 對 然後再下一個 這是杭州的客棧 對 再下一張 這個就是just asleep 是太大 精華的一個系統設計的一個飯店 在台灣大學旁邊 好 那下一個 這是他的lobby 這是他的lobby 這個地磚看起來非常的南亞嘛 對不對 對 南亞風格 旁邊那個地方看起來很像英國的古董Bar 或是反正你就是走 可是這個腳踏車使大家覺得它是一個自由這樣 對 當時因為台大很多學生是712歲 所以我就把 就台大附近的 對 就台大隔壁 緊鄰台大 所以我就把那個學術的感覺 拿來當整個飯店的原始發想 好 再下一張 這是 這是國賓飯店的宴會廳 你幫國賓做的宴會廳 再下一張 這個呢 他們的中餐廳 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的中餐廳 國賓飯店的中餐廳 再下一張 它是 國賓飯店牛排館 牛排館 牛排館現在已經全改了 然後這個呢 下一個是 在天母一個俱樂部 天母一個 我知道那個 就是從天母 在中城路 就SOGO的對面 對不對 它是一個叫Market Cafe 你的業主是誰 也是國賓飯店 也是國賓飯店 所以這是國賓飯店成租的 國賓飯店 他們的母公是叫士林電機的大樓 士林電機的大樓 然後這是整個地下室 即將是有一個Club 有一個Members Club OK 那下一張 那這個是後來在台北 那個Market Cafe 做得很好之後 去幫高雄國賓做的Market Cafe 雖然是同樣的一間餐廳 因為地點不一樣 所以我給它的風格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給它的風格 是比較英式的風格 這個 桌子又比較簡單 而且旁邊滾了一個白色的邊 這非常英國跟法國式 這個希望是跟高雄配合 因為高雄海黨 所以這個其實有一些畫面 可以看到一些像船的地方 像帆船的地方 再下一張 這是一個壽司店 叫 YU 魚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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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下一張 清夜的新餐廳 在華山的藝文中心嗎 那是你設計的 下一個 這個是Café Verde 這也是在俱樂部裡面的一個 俱樂部裡頭的部門 再下一個 這個是 這也是國民飯店的系統 也是國民飯店的系統 它上面的地磚鋪是最大的特色 把地磚鋪成像地毯一樣 就是拼圖的 那上面吊腳踏車 這是2012年的 OK 再下一個 你什麼風格都有 OK 再下一個 這微風的點 這也是微風 再下一個 天明安 就是你在徐州路開了一個 日本的燒烤店 對 這很有味道 你就旁邊用竹籠子 然後日本式的老房子走進來 在裡頭 就是吃燒烤的嘛 對不對 對 這下一個 然後這個是 天明安的另外一間店 在麻吉裡面 你用那個竹籠子 然後吊燈下來 你知道我曾經跟你有過相同的 我在竹子湖有一個房子 我是用了相同的竹籠子 可是我現在有LED燈 它不會燒起來 所以我就把它藏在竹籠子裡面 然後就照下來 對 所以就透過竹籠子照下來 這點我覺得我也超越你這樣 其他都沒有這樣 突然讓我有點得意 覺得你也用了竹籠子 我的理由是因為我那個屋頂 已經老舊太重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竹籠子 蓋滿了屋頂 然後每一個竹籠子裡頭 放一個LED燈 因為它就不會燒掉 以前的燈會燒掉 而且它每兩三年才會壞 所以你維修的成本很低 OK 這也是天明安 來下一個 這個是太老爺 你看到沒有 他 你到底那個男人 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 我們待會兒來問你 這是太老爺 這是在Margit 這Margit的太老爺 現在已經不見了 不見了 對 可惜 我那時候常常跑去你這裡吃 只有那裡吃得到的泰國剉鞭 來 下一家 這個是太老爺 紹興店 這個還在 這是吃泰國菜的 然後Buchens Kitchen 這是吃牛排的 再來下一個 這是我幫一個業主設計的 拉皮的建築物 那個是你設計的 我一直覺得他們怎麼做得那麼好 不知道是他們去找你來改的 你就把它的外表完全改 它本來是一個玻璃的 玻璃摩燈 你把它改成這種古典的味道 OK 再來下一個 Buchens Kitchen 這個是在Margit 這是金華街的 這是在金華街的 所以你開了好幾家 開了好幾家餐廳 再下一個 他很會做牛排 再下一個 這就是Margit 你可以在裡頭有一個很可愛的騎車 然後一個旁邊 他其實對年輕人非常有誠意 他們覺得年輕人呢 現在在做文創的攤位裡頭 去住一個都很貴 所以他們的思考跟華山那些地方不一樣 他的做法就是 他把所有的攤位通過都規範好 水電都幫你處理好 然後連你要的那個木頭什麼 通過都幫你裝好 然後你一個月月住我記得只有一萬二 一開始是一萬二 對 然後你就可以進住在裡頭好好的賣東西 這是他對年輕人 希望支持年輕人的文創產業 因為當他們年輕的時候他們都想做 可是卻未必有這個環境 下一個 這就是他的 你把那個夜市做這麼漂亮 這裡頭 你那個椅子到底是從哪裡來 每一個椅子都有故事 都不是我們平常在夜市做的那種爛的塑膠椅 都很漂亮 仔細看都是一個老東西 可是 這些全部都是印度做的復刻版的 都是印度做的 印度做的復刻版 老家具 我常常去那個裡頭想要看 結果我發現最認真的是韓國來的一個 他每次都有認真看 然後每次排隊排最長都是臭豆腐對不對 下一個 OK 這個是 意大利餐廳 地中海食的餐廳 地中海的意大利餐廳也是在 麻吉里頭 也是在台北市足球場的下面那個 OK 他居然可以在足球場的下面 這個是上海 這個你要講 由你來講 他後來又跟永鋒雲他們合作 因為永鋒雲在做生肌飲食 然後在上海他們就開了一個很特別的餐廳 既可以吃東西又可以買東西 然後葉玉琳去做了設計 結果葉玉琳的設計很大膽 他就覺得中國人的特色 就很喜歡曬衣服 他就把衣服曬到那裡 你有看過有一個人要賣東西的地方 上面都在拍衣服 有一個很大的街景的感覺 走進這個餐廳 其實在做這個餐廳的時候 業主告訴我 中國人不喜歡做大桌子吃飯 他們喜歡自己做自己的包廂 這是大部分在中國做設計的時候 大家都曉得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說這個空間這麼的完整 因為這個空間沒有柱子 我說太可惜了 如果要再隔包廂太可惜了 所以我設計了兩張36人的桌子給他們 他們說怎麼有可能中國人要來做 可是現在這個位置是大家很愛很愛做的 所以你這個小籠包是在做區隔的 隔間的 就是這個桌子跟那個桌子的區隔 然後上面掉衣服 我們本來覺得中國人最沒水準的 就是在很漂亮的陽台上掉衣服 結果你覺得是特色這樣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衣服 通常日子他們是掉這種影色 灰色圍色 然後到了過年就會變全紅 然後到了他們的勞動節可能會變全綠全藍 就是故意把這個東西 春夏秋冬讓它改變 那因為我做設計 我很愛很愛設計天花板 就是尤其商業空間 我覺得它的天花板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很喜歡在天花板上夾一些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在現在這一整個天花板 都吊滿了胸罩你覺得如何 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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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顏色 因為沒有一個大學會做這個事情 這個顏色還是要看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如果是情人節可能是什麼顏色 今天什麼節 那譬如說今天是情人節 那這個每一個地方都要掉滿胸罩 那你要掉什麼顏色 紅色 紅色 OK 那你覺得除了胸罩還應該掉什麼 其實我這個最早最早的來源 看過的一個畫面是掉滿了尿布 在紐約的一間餐廳 掉滿了尿布 小孩子的尿布 其實小孩子那種連身的那種衣服 小朋友在穿那個 然後是很可愛的 那掉滿了在他的那個空間裡面 OK 那如果我們想讓年輕人有夢想 而不只是我剛剛講的衝突性 我讓他全部都掉滿了各種不同時代的 手工藝品的飛機 你覺得如何 也可以 整個屋頂全部都是這樣 每個人就可以Flying to the moon這樣 也不錯 嗯 好 下一個 又超越我了 好 傅春居 講一下 這個是當時的一個 在天母的一個老建築物 重新拉皮的一個作品 那我當時介入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他的所有的規劃已經完成 只是我覺得 有廚房居然這個空間裡面 沒辦法放餐桌 這個房子一定賣不掉 那後來所以我跟這個業主講了 我說我全部幫你重新規劃 然後把很多太小的空間 變成一個這樣 所以他的後來 照這種狀況相當不錯 下一張 那這個也是賈三菱的另外一個案子 你不重複的我發現 因為我認識非常多設計師 他設計的每個案子 只是那個空間不一樣 顏色的東西都相同 你不重複的我發現 對 而且你這個地方就放了很多 看起來黑白的很特別的照片 然後你左邊的沙發是白的 右邊的沙發是灰色 卡其灰色 卡其灰色 然後左邊是皮的嗎 還是布 沒有這個是麻的 前面的椅子是麻的 這個是麻的嗎 然後這兩個是另外一個布 這是你不重複的 我們再下一個 OK 這是另外一個又不同 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你用了一點中國元素的桌子 對 然後弄一個鏡子 使它旁邊的方看起來有點特別 OK 我們再下一張 這是另外一種類型的 它的方式是一個菱形的 是不是 不是 它是有一個轉角 所以你就把轉角的優點 不是變成缺點就對了 然後你用了一個非常感覺 像很老的一個桌子 它是房的 有一點點中國味道的桌子 可是那邊的椅子是 一個是新的 一個是摩登 就是摩登 但是都是仿的 對不對 嗯 仿的 但我覺得你這個桌子 看起來像老的啊 小桌子 這個桌子其實是一個 它是義大利做的 可是它有東方的元素在裡面 對 小桌子也是這樣 只有小桌子 這個綠色這個是真正的老的 真正的老件 對 總是要有一點真正的老件 可是上面你又用了一個 有點殘位 可是又有一點像 這個燈是Armani的 Juja Armani的 OK Juja Armani的燈 所以你把它組了在間 因為它是轉角 所以你上面畫的攝影作品 就跟前面不一樣 每個看起來都有一種未來感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希望每個地方都有它的端子 OK 視覺的效果要出來 好 再下一張 哇 這是哪裡 摩納哥 這是 摩納哥一個銷售中心 摩納哥是一個 但是你用很多藍色這樣 對 因為這個在淡水 這個案子在淡水 所以它可以看到河 所以我用這個藍色來跟它的天跟海 做搭配 一般就會用Tiffany藍 或者是希臘的藍 可是你用的是寶藍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剛好去CAP回來 看到了這個藍色 太美麗了 找個地方用一下這樣 非常的美 再下一張 OK 這個是 這也是一個銷售中心 朱文杰 再下一張 這是一個朋友的招待所 朋友的一個招待所 你用了非常多的老的皮件的椅子 對 這個是上海的一套老沙發 然後它的窗戶很特別 加了一些木板葉 讓它光線可以有不一樣的設計 來的兩個角度 而且你用的是老的窗戶做法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再下一個 這也是一個樣品屋 高雄的一個樣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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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下一個 這也是一個樣品屋對不對 對 這在台北 好 我們後面你們繼續放照片 我來訪問這個葉玉清好了 葉玉清曾經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 因為那時候 我可能在考慮要裝修一個房子 她說 你給我設計房子 我聽錯了 她說所有的女明星 因為那天聲音很吵 好幾個人 同時她又做了一個非常好吃的牛排 給我們吃 然後她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然後旁邊也有人在講話 我就聽錯了 所以我就不要用葉玉清當我的設計師 因為我完全聽錯了 她說任何一個女明星 首先我不覺得我是女明星 她說她幫很多女明星都設計她的家 我所謂不要其實不是在開玩笑 因為她就是很多人搶手的 那她只是對我 對所有的人她都很熱情 她說你應該找我設計你的家 那我聽錯了 她其實要說的是 所有的女明星 只要我設計完她的家 沒有多久就結婚了 那第一個我對結婚沒有興趣 更嚴重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聽 就是聽成就懷孕了 我就想說 我已經幾歲了 你還叫我去給你設計房子 還要懷孕 你是在秀斗這樣子 後來她就跟著我 她說不是懷孕 是結婚這樣子 然後呢 好幾個女明星都喜歡她的房子 那喜歡她設計的 我曾經問她為什麼 你來講一下 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我曾經 當一開始是很巧合的 我幫一個女明星設計了她的家 那她幾乎搬進去大概應該一個月 就剛好她的婚訊就曝光了 所以我就常常跟朋友炫耀說你看 她就是因為住了我幫她設計的房子 她就結婚了 那後來大概連續有三個台灣很紅的女明星們 然後都發生了他們在他們的家我設計完之後 他們就結婚了 大概有三個已經是這樣子發生的 所以因為我現在很想幫另外一個女明星設計她的家 因為她還沒結婚 那我所以常常會講說她之所以還沒結婚 就是因為沒把家給我設計 然後那你自己設計你的家那麼久 你怎麼還沒結婚呢 因為我結過了 夠了一次就夠了 你已經結過了 good answer 你看她講這句話還是在笑的 其實我想葉宇清的人生 如果你聽過她的很多故事 你可以把它寫成她有一點悲慘的 你當時結婚沒有多久就離婚了嗎 結婚多久離婚了 整整五年 而且我的結婚是不小心 我結婚那一天不是挑的日子 我的離婚那一天也不是挑的日子 我的離婚後大概一年半我才發現 原來我離婚跟結婚是同一天 因利 農曆是同一天 離婚後很久才發現居然是同一天這樣 我的結婚是因為我的那個時候的太太 爸爸要過世 我趕快去把她娶回家 沖喜 那我的離婚是因為她再不離她可能要發瘋了 所以我說好吧趕快去找個律師 我就簽名這樣 那你為什麼不恨她 那你為什麼不恨她 因為你結婚也為了她 離婚也為了她 恨沒有好下場 恨沒有好下場 所以就感覺接受 嗯 那你們多久有小孩 就是其實小孩子在坐月子中心的時候 她告訴我要離婚 就小孩子在宿舍她就說告訴我要離婚 嗯 嗯 然後 你有沒有看著那個小孩覺得這個孩子將來沒有媽媽 就哭了 對 我覺得再怎麼樣她永遠 這個媽媽不會變的 所以我希望她在跟她媽媽開心的時候 我不會在旁邊恨這個人 所以我就接受這個事情 所以 嗯 從小我就陪著她一直 一開始叫想念她媽媽 沒有媽媽離開了 然後後來有一天媽媽來跟我說 小孩子借我帶她出國去玩好不好 我說好 而且我覺得她借人大概不會還我 就一借借三年才還我 真的啊 嗯 一直到她再生了她的心想來之後才還我這樣 才還給你嘛 嗯 然後 你不會擔心 你不會覺得她生了小孩把孩子還給你 你覺得你把我們的孩子當什麼 因此很憤怒嗎 沒有 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的小女兒 那個時候她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媽媽 不知道什麼叫媽咪 所以她看到別人的叫媽咪 她也會叫別人的媽咪 別人的媽媽 就是媽咪 所以我那個時候很希望她的真正的媽咪 會回來帶她玩 就真的她媽媽那個時候出現把她帶走 所以我很高興 高興 她終於知道什麼叫媽咪 嗯 然後可是媽咪再還呢 再還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後來覺得說 可以還給我了 你已經有了新小孩 那我也沒新小孩 所以 要不把她給我 讓我繼續帶她走 所以你想到的都是 欸 就是你在所有的事情裡頭想的都不是 這個人怎麼這麼自私啊 什麼什麼想到的都不是這些 因為我覺得 談戀愛 談感情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 愛過一個人 那個人也愛過你 你們兩個是互相非常非常了解底細 你當然幾兩種他都想得 所以絕對不要得罪這個人 所以分手可以 絕對不要得罪跟你分手的人 這是我基本的想法 聽到了沒有 她對你的底細很熟 所以絕對不要得罪那個跟你分手的人 但如果你還能跟她做朋友 那就是你收滿了她的 但是你不只是這樣啊 你不只是不想得罪她 其實你一直很理解她的狀況 而且很祝福她 然後後來她再婚 是 又生小孩 對 然後她在婚姻中 或者她人生裡頭遇到痛苦 她又跑去曼谷找你 又跟你訴苦 又跟你哭 你還要安慰她嘛 對不對 我所知道的故事是這樣的 就是 因為她後來再嫁的先生 是我小時候的偶像 所以我覺得她選得很好 所以我很祝福她們 那後來她們有一陣子不太好 好像又要出問題了 那個時候有的朋友跟我說 要把她這個時候搶回來 我說不要 我去勸她們好好的在一起 有朋友勸你把她搶回來 所以當時她是 孩子在作業的中心離婚的時候 她就直接跟著你小時候的偶像 等於是愛上別人了 不要講的那個時間點那麼快 其實沒有馬上了 沒有馬上了 過一陣子之後 過一陣子 你看她充滿了笑容 我其實不應該把她的隱私在這裡討論 但是我覺得她不覺得 這是一個傷痛的過程 我覺得我們很多年輕人需要一點功課 理解你怎麼處理愛情 包括分手也是一種愛情 她上次煮飯給我吃 是在她的前妻家裡頭 她跟她們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她前妻的先生就跟她說 你知道嗎 我現在是帶你受過這樣 所以她跟她前妻的先生還更好對不對 因為我前妻跟我分手之後 就離婚之後 她是沒有權力罵我 當然她還是會罵 可是很明顯的她會罵她的小孩 她會罵她的先生 她會罵她的朋友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妳為什麼不罵我 她說我沒資格罵妳 她說我沒資格罵妳 所以我覺得她的先生其實就是 本來應該罵我 卻要全罵她 然後 然後就是說妳跟她的 妳的前妻的先生跟妳的前妻都維持非常好的朋友關係 這個對孩子的意義是什麼 對妳的小孩 在我的小孩子被媽媽接回去的那三年 其實她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這位先生 那因為這位先生就是她的繼父 是對她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很高興我幫我的女兒多了一個爸爸 我只是很可惜沒有幫我女兒多找了一個媽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那一次的經驗讓我覺得我目前那一次就夠了 OK 那這個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我們回來談妳的室內設計 剛才妳提到就是說 妳想要把妳們家亂七八糟的工廠變成一個像醫院一樣很乾淨 想把醫院變成像飯店一樣讓人家覺得住得很舒服 想讓飯店讓人家感覺好像回到家 想讓家又像去relax the resort這樣子 也許妳會不會覺得其實我想給很多同學一個觀念 他們有的人可能可以成為很棒的設計者 或是其他的領域裡頭的佼佼者 或者可能只是成為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工作者 但是不論在妳未來的人生其他所謂的事業 這個事業裡頭 扮演了什麼樣的高高低低的角色 每一個人有一件事情 妳一定可以很有把握的就是 讓妳的人生永遠處於這種乾淨 relax 快樂的狀況 也許是把生命拉回來還給妳自己 而不是把生命就是變成陷入一個工廠像工廠 醫院像醫院 然後呢 飯店 就是說妳整天到晚在travel 妳的感覺覺得我好累好累我想回家 而不是覺得我好有機會看到好多各種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我覺得妳的人生態度 面對一般人所謂的會不愉快的事情 妳的歡樂 妳的寬容 妳並不需要讀很多書 妳也不需要去修行 妳甚至不需要什麼堅定的宗教信仰 妳也不需要成為哲學家 妳也不需要成為什麼博士 我現在看很多博士書都讀到背上去 因為他們說出來的語言對人的攻擊 他像一個他比那個在種田的很多人都不善良 種田的很多人是很善良的 因為他們是很感恩的 可是那些很多我所看到的一些 書讀的很多幹什麼類型的一些人 他可能連做一個人以及生活上 該怎麼對待他自己 他都是很失敗的 所以妳會不會覺得這種態度 其實對一個設計者是很重要 或是對一個人的人生很重要 我相信我也是慢慢慢慢慢慢 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我一開始也是絕對是亂衝亂撞 然後很脾氣暴躁等等的 我也是那樣的人 那我有機會把我的生活在二十年前停下來 重新考慮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曾經在三十八歲那一年 我在三十八歲的時候離開台灣 那個時候是我把一家公司賣掉 一家公司停掉 然後我決定休息四年 休息四年的 那個四年的來源就是一個大學的四年 我覺得我要重新去找一個人生的方向 想用四年的時間來讓我找到下一個方向 所以我很幸運地我停下腳步 來看我的過去 那也利用這四年看到了我的未來 那我人生其實真的最會的東西就是設計 那我喜歡把 我如果能把我的設計工作 其實我當時離開的時候已經決定不會再做設計 在那四年有很多朋友 很多業主找到泰國來找我 希望我做設計 我全部拒絕 可是四年後我得到了一個體驗 就是我既然只會做設計 那我為什麼一定不做設計 而且設計既然是讓我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回台灣住院 就把設計工作繼續走下去 但是我有做了另外一個規劃 就是我開始想要做的作品是什麼 可能是商業空間 可能是旅店 可能是什麼 所以你懂得在一個狀態裡頭 我覺得好像自己快崩太緊了 你就讓自己停下來 停下來整整四年 你看這四年你並不覺得著急 你覺得你需要沉澱 需要重新思考過去 就像你曾經讀大學一樣 那是另外一種讀物的方法 而且完全就是靠自修靠自己去 因為我在曼谷住的前四年 我基本上是沒有認識任何一個人 我也不想認識任何一個人 我也不想認識任何一個人 我就是完全的一個人 當你完全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時間是屬於你的 那時間是屬於你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去安排你的所有的時間 那個時候你才會發現 即使你有二十四小時全屬於你的 你還是不夠用 因為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那個時候我說 朋友約我吃飯 不可 也不會有朋友約我吃飯 我在曼谷 因為約不到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時間都屬於我的 我要安排好我明天想幹嗎 今天要做什麼 哪些事情我想做 那個時候就是在充實自己 才發現原來時間 就算有二十五小時都不夠用 你充實什麼那段時間你做什麼事 自己一個自讀的學校 一開始其實是很想很想不轉行 我很想很想告訴我的爸爸說 其實我是個 董事長的料 經商的料 我也在那段時間 常常去他的公司裡面走來走去 假設有一天他還是需要我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去接班 可是後來四年後我發現 我不是這個料 但是那四年 因為我常常去他的工廠 那工廠有大概九百個人 那個工廠有四個泰國餐廳 所以那幾年 其實第一年 我就大概學會了一百道泰國餐 所以我才會有我的泰國餐廳 就是你本來是想去接董事長 但是你忍不住就去四個泰國餐廳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 就學了一百道泰國餐廳 我到工廠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爸爸覺得我不適合 因為每到一個他的工廠 我就想改他的工廠 不是想把他的工廠改成賺錢 是把他的工廠改成漂亮的工廠 後來在泰國這四年 我去他的工廠 也沒學會他的工廠怎麼管理 我學會把那些工人 那些泰國的工人吃飯的東西 全部學到我的手上來 所以不是把他的菜乾 而是教那些工人 教你怎麼做的菜 對 你就跟他們在一起 教他教你怎麼做的菜 那個時候如果我去我們的 我爸爸他們就會台灣幹部的餐廳吃飯 我是不用付錢的 可是如果我要去跟大部分的作業員一起吃飯 我是要自己付錢的 那我是寧願付錢 然後到每一個食堂去看他們 在做這些菜的時候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你就學會了一把道菜 對 這是第一年 差不多一年 一年半 然後接著呢 你那四年還做了什麼 那學會了 OK 那當然我在想到底我要做什麼 我就想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摸索過這個 摸索過這個 但是我知道那四年 我覺得什麼都不想做 就是一定要把這個四年完成 那在那四年有一次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朋友到泰國來 是我不認識的朋友 我不認識的朋友帶了一個不認識的朋友來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回來台灣幫我做設計 我覺得那個時候已經接近到第四年 我覺得我自己大家已經知道 我如果回台灣 我也不可能開一個什麼企業 所以我可能還是回來做設計師 然後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給我一個答案子 我就回去幫你做 如果你還是給我一個三十坪的住宅 我就不回去做 結果後來他給了我一個兩千坪的商業空間 所以那我回台灣把公司副業 然後到今天已經有大概十五年了 你告訴我還有一個動力 是你女兒有一天問你 因為她去學校 每個人都在提 你爸爸是做什麼的 在我把女兒帶到曼谷 那不是前面 不是第一年就是跟我去的 然後後來她在過幾年之後 她跟我到曼谷去的時候 她在曼谷念書 那學校的老師就會調查說 你的家長是在做什麼的 然後我女兒問我說你是在做什麼的 那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一個無業有名 所以後來我覺得差不多是該回來找個工作做的時候 那對我而言最簡單的事情就是做設計 所以你覺得讓你的女兒甜 我爸爸是無業有名這也不太好 女兒是個動力啊 所以愛一個人 愛小孩 或是愛一個曾經愛過離開你的人 或是愛一個你的父母親 然後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這些東西 它算是你很大的動力嗎 或是你愛一個你幫他設計一個房子 那個愛不是我講的愛情的愛 就是說比如說你幫某一個女明星 或是幫某一個人在做她的家裡頭的時候 你覺得你很喜歡這個人 然後你想讓他過得很好 我發現你有這個特質 就是說你跟其他的設計師 非常大的一個不一樣是 當你在設計比如說青年人的旅館 你很愛會來這裡的年輕人 他們可能需要什麼樣的日子 然後你去幫一個 你覺得他可能在演藝圈 他必須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他回到家他想要卸妝 他想要放鬆 你很愛他這個人 很珍惜他的生命 所以這是我注意到 你幫別人設計房子的特色 我在幫一個業主做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要認識他 我想知道他怎麼生活 那如果我們再提這些女明星 通常都是大家想 想約 想追求 沒機會 那個時候是他們必須來天天纏著我 來跟我講他們想要的房子 想要的家 所以你好爽喔 我那時候怎麼有可能拒絕呢 如果你們這些男生 聽聽我到底幫幾個明星做過 我幫林熙蕾 舒淇 許若瑄做過他們的家 林心如這樣 所以你最想設計他們的洗澡間對不對 也不至於就是任何一個 那房子就很好玩 不一定要到洗澡間啊 我那個時候是必須跟他們 我當然想了解他們 可是如果他們不是明星 其實我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會去瞭解我的業主 他想要什麼 譬如說 如果我幫開發商做樣品屋 我覺得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把房子賣掉 所以我會想什麼樣的房子 會把客人找來賣得掉 那就是我的功課 那如果我今天幫一個女明星做的時候 當然不是真的想把他們嫁掉 可是我相信他們有他們的生活的內容 我很想很想利用這個機會 跟他們了解 然後幫他們想要的房子 弄得很舒服 所以那幾個女明星每天鏟著你的日子 你的感覺是什麼 也沒有每天鏟著我 但是我知道 我不用找他們 他們都會找我 我就很開心 然後你幫藍心梅他們設計Kiki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是因為 藍心梅他們的這個Kiki餐廳 原本是一個川菜館子 川菜就是辣 那個時候我覺得他們可以再開發另外一個菜系 我覺得就是泰國菜 所以那個時候我跟他們合作叫Kiki Thai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我本來還要跟他們繼續 合作很多Kiki什麼Kiki什麼 但是後來基本上Kiki的主要操盤者 並不是那麼很想一直擴充的人 所以後來就是合作了Kiki Thai 那就是覺得他們原有的客人可以喜歡這個菜 所以就合作了一個Kiki Thai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其實因為Kiki的這整個企業的掌舵者 就是藍心梅以前的男朋友 他也是做室內設計的 所以有一些我做得到 有一些我做不到的 那我們今天有很多學子 這麼說吧 就是說你一年大概花多少時間在吃喝玩樂 天天 可是我說那是我的工作 就是譬如說 這樣講好了 我很喜歡看漂亮的東西 這個是從可能美女 帥哥 漂亮的房子 我都喜歡看 漂亮的車子 漂亮的衣服 我都喜歡看 所以我怎麼有可能有一天 沒在看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所以我是基本上是一個 很不喜歡把眼睛閉起來 那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那吃 沒有人一天可以不吃東西 那我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的照片裡面應該比較胖 現在應該比那個時候稍微瘦一點 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再也不吃不好吃的東西 在我開了餐廳之後 我再也不想吃任何一口 我不想吃不好吃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只吃 我非常非常愛吃的東西 你在幹嘛 停下來啊 真的嗎 還在找他胖 這有嗎 這跟現在差不多 這跟差不多 現在 對啊 差不多啊 我看你從來沒有瘦過啊 對 我現在再怎麼樣 都還是我人生的 我還是個胖子 但是我在人生裡面 至少我現在不是一百公斤 因為我常常一百公斤 真的啊 但是你就看起來很快樂 很可愛 OK 來教我們最後啊 一個人如果 同學們會說 是不是因為你家裡頭是一個 你本來可以接董事長的這樣一個家庭 所以你可以把自己日子過得很有品味 所以他的生活的消費要很高 你同意嗎 其實我不覺得 我相信如果說今天在座 有很多是學設計相關的同學 我相信 就像我常講 做文創沒有一個有錢人 那我在做的事情是跟文創相關聯的 所以我絕對不是一個有錢人 可是 有錢人 他真的過得比你有品味嗎 如果我們這裡在做設計 做文創相關的人 可能都會覺得我們過得比較有品味 但是我們沒有你有錢 我們就是有品味 那有品味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東西要花很多錢 那些東西我們就留給 等我們飛航騰到之後再去享受 那現在我們可以享受的東西 比如說我最愛的東西叫做太陽 太陽從來沒有給我收過一毛錢 我可以天天把我的生日曬得跟非洲人一樣 那個東西是不要錢的 那是我的享受 那是我的快樂 那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年輕人喜歡打扮自己 愛美是應該去做的事情 你打扮自己的時候 難道一定要非常貴的名牌 才能把你自己打扮得很美嗎 我相信不是的 只要你有你的眼光 你可以去挑到其實不一定很貴的東西 做出你自己的風格 就像我的家 其實我家應該沒有半個東西 我買的沒有一個東西是貴的 可是我可以把它堆到我覺得 我自己自己覺得很美 那這個東西我不覺得是花錢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各位是做設計的相關的工作者 有一種人只做設計 這是我今天很想講的 有一些人只在做設計 可是你忘記了 設計最後的作品 必須是美的 也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要化妝 你必須化完妝之後是美的 如果你今天要打扮 你打扮完最後應該是美的 而不是只是打扮了不美 不是化了妝 那做設計工作 即使我的業主沒有要求我 要把他的作品做美 可是我永遠對我自己有的要求 一定要在我覺得美的時候 我才會讓你這個作品走下去 你現在最拿手的菜是什麼 你會有一百道泰國菜 我知道你很會煎牛排 也很會挑牛肉 你最拿手的菜是什麼 就是煎牛排 煎牛排 怎麼煎 請教 我相信我會說煎牛排 是因為我覺得 所有的菜裡面最簡單的一道菜 就是煎牛排 各位記得只要你買對牛排 牛排不可能難吃 那牛排有多簡單 一個鍋子 牛肉最好有三公分厚 你可以買一大塊來切成很多小塊 絕對不要切很多小片 你可以買一大塊厚厚的牛排 切小塊來吃 像我通常買一塊牛排回家 我把它切成四塊分四天吃 那一塊就有厚度 厚度的牛排放到鍋子上去之後 就不要理它了 鍋子要熱 那牛肉放下去之後 就不要理它 絕對不要翻來翻去 你只要翻來翻去 那個牛肉不會好吃 你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會有幾分熟 所以牛肉放上去之後 等雪冒出來 等雪冒出來的時候 你翻過去 慢慢慢慢數 一二三 這叫三分熟 慢慢慢慢數 數到五 叫五分熟 慢慢慢慢數 數到七 叫七分熟 牛肉 就這麼簡單 然後不要加任何熟 如果你是買好牛肉 請你只加鹽 最好吃的牛肉 就這麼簡單 絕對比煎個荷包蛋還簡單 那你怎麼買挑好牛肉 當然有的人喜歡吃瘦一點的牛肉 有的人喜歡吃肥一點的牛肉 一定要認識自己 那我是很認識我自己 我只吃肥的牛肉 所以我知道牛肉哪一個部位是最肥的 所以我只買那一塊牛肉 那如果你是喜歡吃瘦的 你就去買那個瘦的牛肉 大概就是這樣 那一分錢一分貨 你不可能用三百塊去買到五百塊的牛肉的等級 所以我也盡量 不是說天天要花大錢 你只要買對肉 用很簡單的方式 因為這會非常好吃 好 再教一個泰國小吃 隨便一個涼拌菜 因為泰國涼拌菜太好吃了 而且你們泰老爺的菜好吃倒不行啊 我講一個泰國最有名的菜 叫東山貢 東山貢 東山貢 就是東英蝦湯 這個菜也是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的酸辣湯 就是他們的酸辣湯 第一個水 然後把香料買齊 就是香料有香茅 有辣椒 有檸檬 檸檬 有 就是你買到 你把這些食譜上告訴你這些香料買齊了 開水煮這些香料 檸檬最後 檸檬是不能煮的 就是香料煮齊了之後 放一匙他們泰國的這個辣椒 它會產生那個辣椒的顏色 然後如果不要放辣椒是更好吃 就是清湯的是不放辣椒醬 只放清辣椒 然後再把蝦子放進去 那個湯就這麼好吃 就這麼簡單 然後擠上檸檬放上魚露 可是如果酸辣蝦湯還有一種是有濃稠有野奶的 就記得放野奶 那這些東西我之所以學會就是我去看 泰國菜幾乎沒有一道菜 泰國菜幾乎沒有一道菜 是有手 有很搞剛的 就功夫菜 沒有功夫菜 所以我學會都是這種 兩三下 你連續看個三次大概就匯了菜 那這就是泰國應該講最著名的一道菜 冬英蝦湯 抱歉 自從上次餵冰之後 我常常 衛生一上來就會這樣一直咳個不停 所以你們知道年輕有很多好處 老也有很多壞處 就是連講話講了一半 因為你的衛生太多 它就會跑到刺激你的氣管 但我還沒有太老 有的人就一下就跑到他的肺 又叫侵入性肺炎 你們就去打那個119幫我叫救護車 我現在還不需要 你只好再講一道菜又不能講話 好 我再講一道 我其實人生學會的第一道菜 叫白酒蛤蜊 這一個義大利菜 這道菜也是我覺得非常非常簡單 油 大蒜 煎香 什麼油 橄欖油 橄欖油把大蒜煎香 然後蛤蜊 當然蛤蜊是泡過的 放進去 白酒倒進去 鍋子蓋起來 鍋子蓋起來 隔壁打開的時候 菜就好了 我會做的每一道菜都是這麼簡單 就這樣而已 下面有一個不會煮飯的美女 然後又喜歡穿名牌 不斷地在問妳問題 她的認識要從明天開始這樣子 所有的菜都應該是這麼簡單的 然後 如果你去看食譜 每一個每一個要按照師傅老師教的 我覺得做的菜就會變很難 所以我之所以做的菜是因為我愛吃 好 作為一個設計師 你今天穿這樣來 你待會馬上要去曼谷 你穿了一條牛仔褲 然後這牛仔褲又開著 又不是像典型 六七零年代七分褲後面是收窄的 它又是寬的 然後下面露出腿來 然後你的腿呢 下面弄了一個鞋子 那個鞋子看起來是很好的軟皮鞋 可是述我直言 它有點像獸衣的鞋子 覺得那個鞋很有品味 可是這樣搭起來 然後到你身上的外套 可是我又知道你的圍巾 看起來是個很不錯的一個圍巾 你的褲子破那麼多洞 你的帽子請問你這一套 你給自己設計 你認為美在哪裡 牛仔褲大概是我365天 300天穿的東西 我就是不小心今天跳到這一件穿 可是這件是我很喜歡的一件牛仔褲 因為它很大 穿起來很舒服 待會坐飛機的時候會很 不覺得我有穿這件褲子 可是這件褲子是1922年的牛仔褲 1922年的牛仔褲 所以你這是一個這褲子已經快一百歲了 快了 那其他就都沒什麼 好 可是鞋子你剛才有提到這個鞋子 這鞋子就是中國老先生穿的鞋子吧 嗯 我在北京買的叫做什麼 我看不到什麼什麼災 很有名的 顯然是一個有名的 那個功夫的 很會做功夫的 皮料也很好 只是這個樣式 一般現在大概很少人會穿這種老人的鞋 我要買這個給我爸爸 他一定會跟我翻臉 他以為你在買收衣啊 對 可是我自己買了穿是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他很難用 快樂是你人生現在最大的財富吧 嗯 我也自己擁有這個 我也沒有其他的東西 好 我們謝謝葉宇清 謝謝 很多同學要去上下一堂課 希望大家在今天他的人生很坦白的故事 他的所有的作品當中得到一點啟發 回去記得做第一道菜 否則你會忘記叫白酒蛤蜊 然後如何煎一塊牛排 還有如何做TOMYAMKUN 是不是 TOMYAMKUN TOMYAMKUN OK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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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兩位老師給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 美感與設計是什麼呢 做設計的你可以看看老師的作品如何結合創新與創意 學會繪畫的你可以看看老師的作品是如何擺設 拍影片的你可以看看老師的作品如何複雜卻看得舒服 身邊的微小事物都有可能成為你邁向成功的靈感 用心觀察美其實就在你的身邊 今天的文獻講堂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夜晚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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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